羅勇文和大家看看天氣 昨晚下過一場雨 今早當然涼了不少 各區的低溫只有14至15度 今日能見度都是一般 早上維港的能見度一度只有5000米以下 而東北季後風持續影響華南沿岸 見到風向箭嘴顯示 本港普遍吹著東北風 今日在天文台錄得的氣溫是介乎15.5至17.7度 而6時的氣溫是16.5度 相對濕度84% 接著交給天氣先生 預測明天能見度較低大致多雲 部分時間會有陽光 氣溫是介乎15至19度 而未來的天氣都不太穩定 星期二初時還會有一兩陣雨 大家要繼續留意天氣的變化 第一預測明天的空氣氛染水平是中等到偏高 而紙外線指數最高是會到6 強度是屬於高格 接著看看其他城市的天氣預測 澳門明朗,廣州天呈 廈門和台北是多環,上海是天呈 北京和首爾是天呈,東京是明朗 其他東南亞的城市 曼谷和吉隆坡有雷暴 新加坡是天呈,雅加達是下雨 胡志明市明朗,馬尼拉有趙雨 去到南半球,墨爾本是天呈,星尼和布里斯坡是下雨 奧克蘭明朗 去到美洲的東岸,紐約是天呈,多倫多是多環 西韓方面,溫哥華有趙雨,三藩市明朗,洛杉基多雲 看歐洲方面,蘇黎細塗法蘭克福多雲 阿姆斯特丹是下雨,巴黎有趙雨,倫敦明朗 天氣講到這裏,拜拜